第一包要介紹到 她的丹寧 貴婦會穿丹寧嗎 她那個熱騰騰的 從日本回來 其實這件事 我那時候看到她就是今年 就是她其實在大概快20年前 她有出過牛仔系列 可是她就是一個季節的 流行款而已 其實我那時候有買過 後來我覺得好像 好像快要退流行 我就把它那個 處理掉 結果沒想到她20年後 她要捲土蟲 都是這樣 對 所以我那時候買的是包 我就覺得我還要再花 十倍的價錢 把那包買回來我就不願意 可是我覺得這個丹尼外套很可愛 就是棋盤的 透柯版 我這是在巴黎買的 我朋友幫我帶回來 還要回來 有巴黎版 對 上個禮拜才把我帶回來 價錢差很多 怎麼說 巴黎的話退完稅大概8萬多塊 然後台灣是賣12萬多 然後在日本 因為日本現在比較低 所以日本大概9萬多 還是比 還是巴黎還是略勝一籌 我覺得她有很多細節 你看她這裡有一個 就是水手的毛 毛 好看 所以她這一次也是嗎 就是海洋系列嗎 我猜 反正她就是 富特牛仔系列 因為這次不是牛仔嗎 火速空運 不是 因為這個元素 他們每一年都有一個 它在秋冬的時候有融合 就是一個海盜 對 所以它有一些毛的元素在長 對 海洋 秋冬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天空 所以它的 再回來 細節 對 細節 對 這裡 皮的 皮革 皮革 很可愛 對 很可愛 很不像你會買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很可愛 很可愛對不對 對 因為我朋友說 我覺得很好 你以前已經那樣了 你是要改變 對 對 你也這樣子覺得 我真的覺得 很好 真的很好 很年輕 而且最重要你小孩也可以穿 在這一件 那像這個 這件就很你 對 這就是Dior 可是我認為 其實我心裡會有一些 比較刻板的印象 就是我認為Dior就是很 優雅 很女性 對 優雅 然後浪漫元素 所以Dior的話 應該沒有人 對 我是不可能把它穿成這樣 就是寬寬大大的這樣 那就是這個也是 它的很品牌的 很經典的短褲 那因為我恰定很喜歡穿短褲 我覺得這個東西 對我來講就非常實穿 很實穿 然後像那個牛仔外套的話 它不見得一定要是藍色 對 所以我覺得白色的牛仔外套 其實在夏天 它其實也蠻好配的 也很清爽 很好看 然後這個就是它 Dang Ning 對 然後它很可愛 它的上面的顏色 是很繽紛的 所以我覺得它很可愛 然後這個包其實它是黑色 它跟它沒有配成一套 可是實在是買不到了 然後這個 超難買的 妳說哪一個包嗎 這個小包喔 對 很難買 因為它幾乎你是看不到 然後它其實可以拿來 這個很難買 很難買 這我有三個還四個耶 我就是不知道這要幹嘛 因為我家沒有腰 這是腰包耶 美食 對啊 我知道啊 因為我有三個 這個腰也要夠細啊 你看 對啊 我跟你講我覺得 變變學壞了 我覺得它 胃無欠 推薦 你也栽培一下 真的 真的 變成好會打給我 兄弟 那個女大 女大幫我撐一下這樣子 對 然後就 我說你幹嘛 它在前出 對 它還回答 到今天上來了嗎 不知道耶 他說大概待個三四天 對不對 我會再等他要關切他 七七四九天 太久了 沒氣了 還要很多氣瓶 可以當妖獵 對 對 其實小包 你也不要覺得它很廢 它其實有很多 沒有 它不廢 它有夠用 對 而且我是把它 戴在這個帽子上 真的 我是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把它弄到後面去 所以咧 然後弄到頭髮裡面 這樣 天啊 好時尚 掛在帽顏上面 平接 它這個可以怎樣 潮 就是 跟別人不一樣 對 可是 你 很潮 可是我人家會以為 我有病 不是啦 你頭髮可能不是 會不會很像探照燈 那也可以 不是啊 就是這樣 探險用的 我啦 我自己啦 對啊 我自己就這樣 然後就是後面就是垂 垂這樣子 其實後面它很好看 對啊 有的時候我如果有那個 帽子裡面有那個小痘痘 就是放鍊子的 我就會把鍊子 這個鍊子放在那裡 就是我的包包還是在這上面 然後鍊子就在這裡亮 好 好 介紹完了 好 介紹完了 謝謝大家